MATRIX 頭燈 MATRIX 頭燈的這個光型 坦白說在我目前設計的所有的頭燈裡面 它是最完美、最漂亮的 CORPOSE 的這個MATRIX 頭燈 在我的心裡面已經構思很久 以往這種MATRIX 頭燈 在四輪上是比較常見的 由於它的造價昂貴 所以應用在二輪這邊的話 幾乎是國內是沒有人這樣做過 汽車上面的MATRIX 頭燈 它是單一顆大的魚眼透鏡 後面一個LED板 上面有無數顆的LED 第一個你從外觀看 你會看到一顆圓球 就這樣子 但我們覺得說 我們想要傳達的科技感是可視的 把一顆燈拆開成 無數個小燈 並且把它排列下來 也可以同時達到它該要有的效果以外 外觀上看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 我們要傳達的科技感 未來感不一樣的 我們認為什麼叫智能 必須要是主動式提供功能 在消費者還沒有想到我需要這個功能的時候 它就提供了 我們今天中間有一條位置燈 但下面有13個Pixel 它可以有不同的點亮方式 比如說G-Sensor 它會在你騎乘的時候 當你過彎傾角過大的時候 你的燈會有一些區域 進入地板底下 你會看不到的暗區 我們彎道輔助照明會啟動 把那個暗區補足 讓你在過完的時候更有安心更穩定的感覺 當你回正的時候 你加速 速度到達一定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需要的是前方的照射亮度要更亮 這時我們就會啟動了高速模式 把那個區域補足 在都輝騎乘 其實我們觀察到 你必須要注意到的是 左右兩邊的突發狀況 你把速度降下來的時候 它同時又會按下來 去補足左右兩邊的廣度 燈這東西其實很敏感 你只要差0.1度 你搭出來的燈 它其實就已經會偏角度 三個透鏡都各式其質 有不同的功能 上面的條花 上面的出光面 全部都是不同的花紋 來去滿足Matches Light 我們要達到的效果 它的單邊 可以提供到我們40度的照明 它的中心亮度呢 達到14700CD 那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不管是在設計的過程 還是在開發的過程裡面 我們遇到的困難相當的多 不管是燈具的 一開始的起始的設計 到後面的開發過程 到現場的組裝 其實都是滿挑戰我們以前的 那個水準跟標準 OK